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造更具有个人魅力的风格 或者更具有某种创新的这种追求的 以至于他们要推崇素人画家的这种风气 其实在广大的社会上 对于很多一般没有受过艺术训练 或者没有艺术知识的人 你怎么解释都解释不通 今天之所以能够被解释通 是因为他们的话还能够卖钱 一个不喜欢毕加索画的人 但他知道他的画一张画 可能可以排卖上衣法郎 多少千万美金的时候 他不会不行 因为人们不会跟钱过不去 但是如果你从内心想 他好在哪里呢 我觉得很多人不知道 那会不会也是这种所谓被推高的收藏的价值 改变了人们的这种审美的趋向呢 我觉得这种说法的确不能够完全反驳 我觉得的确确要从两条路上走 就是说一般情况下 艺术市场是一个炒作的市场 中国如此其实西方也如此 而且西方艺术市场更规范 所谓更规范的意思就是他们 如果你们有所了解的话 大概五六年会出一个拍卖的奇迹 一定会有某一些某一些画家的作品 比如说过千万过一个亿 但是有经验的人已经很明白 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指标的艺术家是有条件的 第一个他一定要在美术史里面有足够的知名度 不可能这里不可能我 一定是毕章所一定是樊高 第二个他还要有足够数量的作品 你只有两三张 没用 足够数量的作品在社会上流传 甚至有他专门的博物馆或者纪念馆 背后有基金会操作 这是另外一回事 同时呢西方还多了一个条件 中国就不安排了 就说这样的一些画家能够被这样炒作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 他的作品的收藏脉络是清晰的 真伪问题是不足以颠覆的 虽然可能也有艳品 如果不符合这几个条件 这是不会做 这个艺术市场也不会炒接人 那么我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说 在我刚刚的描述中 其实已经包含这么一种看法就是 其实艺术史的概念很重要 也就是说这样被炒作的艺术家 他一定要在艺术史里面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如果在艺术史里面没有占有位置 对不起 他不可能有这样的结果 当然如果有批判意识的人 就会进一步追问 那这部艺术史是绝对真实吗 那我就必须坦率承认 艺术史也有不同的写法 今天西方的艺术史的主流写法 是认为1874年的第一届艺术画展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画展 而绝对不是当年的一个安格尔的画展 一个布格罗的画展 一个什么海洋的画展 或者一个出轮的画展 也不是后来的撒金特的画展 其实撒金特晚年不断跟莫奈交往 他们关系非常好 非常好 对 因为莫奈这个人很幸运 一直活到应该是活到1924年 我如果没记错 他晚年也有钱也有声望 所以每个周末都在家里面做法国大餐 你也知道法国大餐多么的萌种 他起来是一流的厨师 一流的食品 撒金特是长长的一个宾客 所以撒金特也画过莫奈 他画了后期的画也有很异常拍的声音 但他就没有印象派的这种地位 不可能的 你们看美术史 那么当然我承认这是个写法 你也可以写一部美术史 以撒金特为主 莫奈放到后面去 撒金特如何为那 没问题你也可以写 问题是你写完了别认不认 那么认他也有一个阶层趣味的问题 不要以我个人来讲 一方面我告诉大家听 这的确是一个美术史的写法 另外一个好像我还是承认这个写法 就是我自己还是承认这个写法 意思就是说 我还是承认目前这个主流的 艺术史的写法 所表达的这种价值变化 我不会认为 无论你如何的拔高 拍卖如何的让人家吃惊 撒金特会比莫奈为了 这不可能的 绝对不可能的 你可以写一部以撒金特为主的艺术史 但是他能不能够在从事艺术史 这个行业的绝大部分学者的同意 这是另外一回事 那我又问回来了 你觉得如果现在有些人 我很喜欢画画 然后我不缺钱 然后整天画画 那画出来的东西 当然也希望被人家承认 那他还有可能进入像您说这种艺术史 或者把价格推得很高 这种情况有可能吗 除非他自己是千万富翁 然后自己逃一千万把自己的画买下来 然后市场上有个记录 但是也有个记录而已 这里面就是说 就是说象征交换 符合布丁额所说的象征交换 它还是有条件的 有钱人或者说是很多人已经不愁生活 他们要满足自己的艺术欲望 然后就画画 这没问题 但是我发现 特别我们在北美在温哥华 我看到有一些有闲阶级 他们也在不断地坑持坑持地画画 不断地标榜自己才是真正的热爱艺术 因为他的确没什么事做画画这个事 但其实他们内心很渴望被承认 其实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 被承认是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你不去研究被承认 你就不要想这个事 你就满足自己的欲望 其实我鼓励 就满足自己喜欢画画的欲望就好 我鼓励任何人都可以画画 这一点我非常同意前面是杜上 后面是博一世的一个观点 就是人人都是艺术家 只不过我做过这个短短的研究 什么样的艺术家艺术行为或者艺术却被承认呢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不是你艺术家可以作用的 所以我觉得你又想画画这很好 这是最纯粹的 然后你又想被承认 你就一定被折 因为被承认的几率太低了 太低的原因就是 就是我不得不说一个 可能一般认爱艺术的人不一定注意的观点 其实艺术第一个 它首先是一门知识 也就是说 你必须对艺术的风格的前后发展 要具备一定的知识 就像我们谈鼓点音乐一样 你如果不知道海顿 你不知道摩扎特 你不知道贝多芬 你如何去谈论 比如逊伯格呢 对不对 它就有个过程 它是个知识体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你还得承认 我们这个世界是分圈的 更正确的话讲 就分阶层 不同的阶层 而且我一直认为 阶层之间的暗语 或者阶层之间的符号 就是趣味 今天我们已经提倡一种更加自由奔发的生活 你喜欢吃烤鸡 我喜欢吃云南七锅鸡 他喜欢吃白蟹鸡 广东人就臭骂重庆人 火锅都是油 太没有品味了 太不健康了 那是地沟油 重庆人说理菜神经病了 你东西没味道呢 不好吃呢 没得讨论 趣味是没得讨论的 但是呢 一说完 那个吃粤菜的人 他就会跑去粤菜的一个地方去待着 吃重庆火锅的人跑到粤菜 重庆火锅的地方待着 趣味也一样 所以趣味是个分层的标志 我认为 分层标志 如果你想 从你的现有的阶层 转到另外一个阶层 那你就要小心 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呢 虽然有很多很有钱的人 画画 但是 他即使有钱 可能可以 用钱去收购一些评论家 一些实论家的一些言论 但是 这种收购 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段里面 可能是一起做 所以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 我说的另外一个意思 还有一个艺术界的存在 也就是说 你要被承认 得被艺术界认可 这个艺术界也许不是一个很客观的东西 但它就是一批从事艺术界的 专业的人组成的 他们是一个共同体 他们有他们的趣味的背景 他们有他们承认的变化的一些条件 对不对 也有一定的排他性 也有一定的排他性 一定的 那么你要让这些人承认你 不是你有钱就可以做到的 因为这里面的差距 可能到下辈子都说不清楚 趣味之间的差距 甚至我已经到了这个程度 已经我放弃了说服的这种 努力了 比如说我真的无法说服一个 超热爱 撒金特的人 会真心觉得 毕大索 晚年比如说他怀疑1968年那一批 非常涉及的书写 如此的精彩和美妙 不可能 他如果说可能是因为 知道我可能是一个专家 为了在我面前不要掉底子 勉强同意吧 他内心深处 他一定会疯狂的去喜欢 比如说撒金特的美妮 那么也就意味着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19世纪 20世纪以来的现代艺术 它有一个特点 它制造了趣味 这种趣味的特点是 社会公众和艺术专业的对立 的的确确的学院派 19世纪的欧洲的学院派 它的确是在某种程度上 是亚树共产的 所以后来说它代表了 有教养的上层阶级 甚至是资产阶级的上层趣味 我觉得是对的 是对的 那个年代的人们就是要 有这样的一种品味 反而印象主义 反而这种艺术革命 它真的跟底层是有关系 只不过社会变迁 贵族破落 新的阶层出来了 社会趣味 于是就让后一种站得住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谢谢大家 这个markt kiểm so 没有 没有